早晨各位网友 介入我们移民英国生活资讯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种叫做converted house 或者flat 这些其实在我们爱丁堡是比较普遍的 多数一些有古旧建筑物的地方都会比较多 你要见到有升降机 其实它本身是没有升降机的 后来发展商当它将这个物业去拆件的时候 它就将它弄了升降机 有些升降机是在户外 有些升降机是在室内 要看它自己的结构 因为这种物业是因为它那个物业不拆 政府可能要保育 也没有再像以前的用途那样继续使用的时候 譬如像这个 它以前是一间很大的医院 但是现在你看到爱丁堡很多医院都很新正 所以这些就变成荒废了 这个物业拥有的人可能它就卖给这些发展商 或者它自己去找人合作去改建 就会将它拆件 多数都是flat 我们主要不是介绍这个单位 是介绍这种converted property 因为最近也有几个网友对这些property有兴趣 那这个单位其实是大概港币1500万至1800万 好像这个它比较独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小小的空间 那些空间拿来做一间房 有些是够的 做到一个客房 但是有些其实它不够 但是我觉得改建得都不错的 譬如有些改了来做书房 有些位置可能改了来做客房 或者是这些疏装位 多数都是拿来做客房 原因是它本身要保留它本身的结构 所以这些converted property 它都有些特色 譬如有些它尽量它都会 建设个电梯给你 好像你现在看到这间房 它很多要保留粮位柱位 甚至一些木装 那你说为什么不拆掉它呢? 不是因为建筑师觉得不拆掉 是因为政府要保育 它要留下这些细节 视乎你自己喜不喜欢 好像这间房 你看到景观就不一样 因为它在订楼 那当然它也有它的卖点 就是可能好像penthouse 那样的位置 但是你看到也有很多 保育的东西是不能拆掉的 我们今天不是介绍这个单位 首先讲清楚 我们只是讲 因为最近也有很多网友 问这些converted property 其实它有些特点的 譬如你看到它的空间 它不会说好使者 因为它是用原有的物业空间 去设计去改变 所以它是有些局限性 一般就看发展商 究竟它想定位是什么价钱 那里面的东西当然是新的 最明显就会有一些 你们叫做管理费 或者是叫Vector fee 好像这个物业 一个月这个单位 是要6000多港元 见仁见智 有些人觉得OK 就算你说有钱的人 他都不一定 可能他买一间房子 都不需要这样的暗门 都有人喜欢的原因 就是他觉得保安好 管理好 有人帮你打理走廊 有人帮你剪花剪草 你看到他这些 叫做utility room 他都尽量用回原先的一个空间 好像这个空间 是本身有个这样的位置 所以他的设计师 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很懂得利用这些位置 你说这个这样的楼梯 为什么会转下去呢 因为下面就是他的后楼梯 用来玩捕泥泥也挺好的 然后再上去 就有一个很窄很小的观景台 观观其实是漂亮的 但是很可惜 真是一个很窄 有点像我们香港某些很狹窄的天台 除了可以站在这里看看风景之外 其实是没什么可以做 看到这里一排窗 一会儿你都会去到下面的空间 他在这种堡垒的结构的屋顶 居高临下 看的景色所有东西都不错 但以这种单位来说 我就不太喜欢他 其实没有一个独立的饭厅 西人其实现在都很流行这种开放式厨房 因为他们煮东西没有油烟 我们不是 他这个路头前面 现在有一种向前升起的抽烟烟机 你看到也挺高 因为这个物业本身是很大造 原来是一间医院 这样的价钱的一个屋 在外丁堡来说 没有一个正规的厅 凡厅和厅是在一起的 令到有些人却捕 这个单位叫duplex 它是有两层 上古还有一层 但那层就只是一个偏厅 你可以这么说 偏厅的采光度其实是好的 这种converted的屋 刚刚说到它有一些特点 就看你拿了哪一个发展商那种converted 好像这个物业 它其实基本上是用尽的 可以用的位置 你看这个family room 外面还有个骑房 但是骑房的景观也不太好 所以其实这种物业 有它自己的市场 比如它一定会有fatter fee 这个费用是一路收下去的 但是它就叫做保安好 治安好 有些人会觉得有人管理 买这些物业的时候 我想重要的就是 看一下管理公司 或者发展商是否有实力 我们都见过一些converted 它都是converted一些学校 医院或者是教堂 最多的了 外丁堡因为很多这些旧物业是要保育 那如果去做一下做一下 有些都做得挺难的 所以这些就是大家 如果买converted property的时候 就自己要留意 而且就是你要留意买包些什么 一般它售楼书 或者它的contract里面都会写清楚 大家就要自己看清楚 那不要想着 律师会逐条逐条说给你听 这边的律师跟香港一样 你说买什么物业 那它就帮你买 它不会帮你去论这些东西 所以你最好自己要看清楚 也不要相信那些企业 说给你听 有这样有那样 你自己真的要去忙 那有些converted的物业 很多时候是楼花来的 就是它自己在那一路convert 它就在那买那个单位 我自己会建议就是 第一看发展商 第二就是你要看一下 那个单位 是不是已经是改好了 最好就是现楼去看一看 会比较有保障一点 好不好 好 那今天这条片呢 希望都给大家知道 有这一种物业 而这些物业呢 一般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要看清楚 它里面的条款和包的东西 不要好像当是 参观示范单位 以为 哇很漂亮很漂亮 整好 但原来进去呢 其实什么都没有的 那这些你要看回 楼书啊 所有的东西 看回清楚 它包的东西 至于它的管理费那些 也都要了解清楚 如果不是呢 搬到进去才知道 一个月 原来压外要给 6千多港元 就可能失与算了 好不好 那多谢大家收看今天这条片 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们移民英国生活资讯 在过去的半年 藉着YouTube 藉着Facebook group 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移民资讯 而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在这儿 构建自己的香港城网页 这个香港城网页 已经正式成立 并且对外开放 我们的网站在这儿 这个香港城网页里面 充满着大量的移民资讯 兼且也有各项的专业 专行资讯 而除此之外 我们更加希望能够凝聚 每一个移居海外的香港人 借着互为互利 创建一个良好的经济生态圈 尤其是现在 各国因为疫情的原因 经济受到打击 失业率高期 我相信这个良好的经济生态圈 能够成为科目里面的金路 每一个移居的港人 我们都能够借着我们各行各业的专业 提供服务 不单止这样 甚至乎能够借着在香港城里面 我们能够发挥我们所长 创建我们的事业 所以在这里 我们欢迎每一个移居的香港人 加入我们成为会员 希望我们能够携手 发挥香港人精神 创建属于我们的香港 亦都回馈社会 香港城 欢迎你 请请请订阅